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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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热 很热 大熱天時戴拉姆? Amy, 你沒事吧? 有人說髮尿會脫掉頭髮 那我就多看幾張拉姆 拿來襯衣服 你先不要亂想 醫生還未最後證實 但我已經把我的拉姆了 不幸畫上癌症是人生很難接受的事情 但畫上癌症不代表走到絕路 因此各種全面化的治療方案 同樣為患者帶來希望 今集繼續有我們三位醫生治郎團 跟大家講解不同的治療方案 歡迎三位 首先想問三位醫生 其實什麼時間應該要做手術 電療、化療和藥物治療呢? 大部份固體器官的癌症 手術都是首選的治療 因為手術在大部份癌症 都是唯一可以根治或者痊癒性地 醫好的腫瘤 但前提就是腫瘤要發現得早 手術一般來說 都是以撤除腫瘤做目標 通常撤除腫瘤 會將周邊的臨巴組織清除 這就是手術的治療方案 當然現在也有些新手術方法 比如肝癌或者肺癌 腎癌等熱消容 其實都算是一種手術來的 但它不是撤除 它就是用一些熱力去消滅癌症的細胞 所以一般來說 手術治療是首選的方案 當然手術之後 亦都有時需要附加一些 叫做輔助性的化療 去增加治療的機會 所以問張醫生 何時才會用手電療 所謂電療其實是放射治療 是用高能量的輻射 殺死癌細胞 可以是體外放射 或者是體內放射 體內放射就是 將那些輻射的物質擺入身裏 其實有些器官 其實是不適合做手術的 例如鼻癌 不是真的不可以做手術 但如果做手術 鼻癌是一個比較隱蔽的器官 要切掉它 後遺症比較重要 所以50年代開始 鼻癌已經用放射治療來醫治 其實現在有些高精準的放射治療 其實是可以聚焦高能量的輻射 在需要治療的腫瘤 所以正常的地方 其實後遺症是比較少的 有時我們做手術 譬如肝或者胰臟 或者做完手術 切口是比較敏的 我們可能會進行跟進性的放射治療 或者是有些情況 譬如已經擴散了 病人已經被骨抗散 病人已經痛 我們可能會用舒緩性的放射治療 來減輕病人的痛楚 麥醫生可否跟你講解一下 何時才會用化療和藥物治療 化療就是一個化學治療 就是一個細胞的毒藥 我們希望將一些會分裂的細胞 例如癌細胞去殺死 不同的癌症會用不同的組合式化學治療 我們現在也進入了 所謂精準治療的年代 我們有很多癌症基因找到 而我們有癌症基因 我們知道用哪一種特定的標靶藥 去輔助性去幫助病人去對付癌症 所以有時一直一個腫瘤 一個病人可能會需要手術 電療、化療 甚至標靶 四樣一起用都有 所以要看病人究竟是哪個癌症 哪個階段 而我們會去提議最好的方案 其實病人都會很擔心一件事 就是覺得癌細胞一旦抗散就不能醫 作為醫生如何去糾正他們的觀念 潘醫生 在以前來說 的確癌細胞擴散了 我們很多次稱為第四個癌症 只可以做一些沽息性延長時間的治療 所以對癌症病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壞消息 通常知道自己已經擴散了 感覺上好像判了死刑一樣 但其實現在的癌症治療進步了很多 有一部份的第四期病人 其實是最終醫好 亦都可能可以延長生命很長的時間 我舉個例子 現在最常見能夠醫好的就是 大腸癌轉移去肝臟 因為很多研究顯示 就算大腸癌轉移去肝臟 即是叫做第四期 但如果肝臟腫瘤可以撤除 再加上腸癌撤除 然後加上化療 其實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最終是醫好了 即是這個在以前來說 好像沒有什麼可能 已經擴散了 原因就是一來手術的進步 甚至現在我們可以 比如腸癌又有肝轉移 我們可以同步做腸和肝的撤除 這個變成病人可以很快地進行化癌 現在的化癌效果又好很多 變成通過手術再加化癌去打擊一些 可能潛藏的細胞 的確有一部份病人就會醫好了 另外也有些病人 他可能開頭是不適合直接做手術 擴散了 但通過化癌或者其他治療 放療 他把腫瘤控制好甚至縮小了 又或者有一部份的轉移消失了 我們也可以之後再去考慮做手術 這些病人 都有一些病人 是最終因為這樣而醫好了 所以就不要一聽到自己 說癌細胞已經轉移了 就立即打定輸送 就覺得沒得醫 這個也是有些病人會有這樣的心態 有時他們會找到一些另類的治療 當然在我們來說 在西醫來說 如果藥物加上手術 都仍有機會醫好 或者很明顯可以延長生命 我們始終覺得這些是比較可取的方法 同時病人也有另一個概念 就是越遲發現就越難醫 他們覺得晚期的時候 就基本上可能沒得救 其實醫生怎樣去和他們糾正這個概念 以及現在有些新式的治療 怎樣幫助他們 其中一個新式的治療是比肝癌的 大家知道肝癌根治的方法就是 手術撤除或者換肝 現在如果不能撤除 又未擴散到全身的話 其實是一個體內放射方法 就是這個瘀九十的放射性治療的方法 是一個內放射方法 病人在X肝檢查的情況之下 放射科醫生就會伸一條導管 經過肝動脈去到肝裏面 放射科醫生經過檢查之後 將輻射的豬仔打進去身的位置之後 放射治療的醫生就會打豬仔進去 那些豬仔是一個很小的玻璃豬仔 裡面是有Y90這個輻射在 這個治療其實是可以有兩方面 第一就是豬仔可以塞掉那條被腫瘤的動脈 另外豬仔會留在裡面 那些輻射放出來 可以比較精準和很大劑量的控制腫瘤 馬醫生可否跟我們說一些新式的治療方案 我想舉個例子 最新的方案就是我們叫做細胞免疫治療 我們平時其實身體有一些白血球 白血球裡面有些叫做自然殺手細胞 其實它平時會幫我們巡邏身體 如果有些癌細胞想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正常會把它清除 現在我們的概念就是用這些細胞 我們就在一個病人那裡先提出它出來 接著我們在快樂室那裡 將它可能由十變一百變一千變一萬 可以將它那個細胞的數量去增加 同時間我們更加去訓練這些細胞 去打回身體自己特定的癌細胞 例如一些骨碎瘤或者我們叫臨巴癌 在這兩種癌症裡面用這個細胞治療 我們叫Karty治療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此不同的治療方法 有助更加準確針對病原 當中亦都有不少成功的治療個案 患者應該要積極接受治療 不要灰心 看過三集拆解坊間對癌症謬誤 第一謹記要定期體檢 注意生活習慣 一旦有懷疑就要立即求醫 謝謝三位醫生的專業意見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過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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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